在下午4時中,強烈熱帶風暴圓規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大約480公里 預料它會向一個偏西的方向移動 是橫過南海北部和移向海南島一帶 在圓規和東北季澳風的共同影響之下 廣東元岸現在普遍出現強風 離岸和高地間中出裂風 隨著圓規逐漸靠近廣東元岸 我們估計它的相關雨帶會在今晚為香港帶來趙雨和狂風 而本地的風力亦會進一步增強 天文台會在下午5時20分或以前發出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圓規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瓦地區出現水浸 市民應該盡早做好防風和防水浸的措施 海面亦有大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遠離岸邊 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天氣預測方面 我們預計今晚和明天來說 會吹強風程度的北至東北風 風勢會進一步增強 而明天會逐漸轉為東至東北風 明天會逐漸轉為東至東北風 明天風勢會逐漸緩和 多雲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海面會有大浪和湧浪 看遠一點 隨後一兩天 間中仍然有驟雨 而去到週末期間和下週初是會轉涼的 早上的氣溫會逐步下降 明天會逐漸